嗨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1月7号 又到了一个周末了 到了夏天的周末呢 新西兰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BBQ 或者是和朋友一起小酌姐妹喝点酒 那说到新西兰的酒文化 那可真的是渊源流长了 这最新的一个统计显示啊 在新西兰每年每个成年人喝的酒量 达到了8.7升 这个在全球是排在第10位的 还是不可小觑的 虽然我这么一个不是很爱喝酒的人 随便在家一翻就翻到了 这样的9种不同的酒 什么香槟酒啊 还有XO的洋酒啊 冰酒 白葡萄酒 红葡萄酒 甚至是日本的清酒 以及中国的茅台酒 都是有存料的 虽然有这么多酒 可是今天的依旧不是一个喝酒的好日子 因为还有很多的工作是要做的 毕竟离我们Channel33开播 还有最后的9天的时间 待到9天之后的11月16号 我们开播成功 才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庆祝 现在我可能还是只能喝点水而已 好了 Channel33与你同行 9天之后 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长长久久的在一起 拜拜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